那么最近呢 这个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这个白俄罗斯 这个白俄罗斯呢 他的选举 结果出来以后呢 国内一些人来抗议 然后呢 这个现在的总统叫 卢卡申科 那好像在白俄罗斯 已经执政很多年了 然后呢又有消息传 就是说反政府的力量 有个人跑到 好像跑到立陶宛 然后是中毒还是什么 总体来讲呢 这个又是让俄罗斯 面临着他周边国家 与这个欧洲国家 或者与西方之间的一个 就是又面临着一个抉择 人员以前像这个乌克兰 像这个格鲁吉亚 就他周边的一些国家 都发生过一些事情 那本质上来讲呢 就是说好像有些国家 都培养一些 有些国就是西方势力的渗透 培养这些国家呢 亲西方 那么造成了 让俄罗斯感觉到自己 这个周边呢 就有些威胁 那现在好像就是一个 这个白俄罗斯这个国家 这是属于这个俄罗斯的邻国 它现在还不是说 完全亲西方的政权 但是呢 现在这个事呢 还仍在发生当中 这个你怎么看 这个目前白俄罗斯的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 你的基本判断是正确 就是白俄罗斯正在面临着一场 同过去橙色革命 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和格鲁吉亚的这个颜色革命一样 他正在面临着一场颜色革命 唯一可能的差别就是 现在他们还没有大家 搞到同样的衣服 用某一种颜色来定义 他们的这场革命 但是这场革命的这个 无论从他的这个组织和这个方式 和当年乌克兰的 这个橙色革命是如出一轴 也就是说反映在几个问题 就一个问题呢 就是执政的政府呢 相对说来执政并不深夺人心 也就是说它是有机可乘的 第二呢 这个反对派呢 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然后呢得到了整个西方的 这个物质和道义 各方面的外交的 这个政治的支持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说白俄罗斯 它的何去何从 现在正在一个十字路口 说它一定会走向任何一个方向 我觉得都是为事过早 它现在这个事情 正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 它会不会 它也有可能会发展到 像现在迪尼瑞拉的那种状态 就是说一个 这个希望形成的颜色政变呢 颜色革命呢 但最后最终呢 还是没有完成 无论是军事上或者政治上 它可能也不见得就一定有足够的势力 来推翻现任的政府 那但是呢 最后会形成一个 就是受到西方制裁呀 等等等等 就是说 北尼瑞拉化是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 实际上我觉得就说白俄罗斯来讲 它的确就是面积着两种前途 一种前途就变成像乌克兰那样 就等于是颜色革命 反对派成功以后呢 就将会 不断的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发生很大的冲突 那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那也不是说不可以 什么都不能做 就只能眼睁睁 搜手就行 或者说看着这个西方的势力 在白俄罗斯的这个阔下 那么这是一个乌克兰化的这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北尼瑞拉化 那也就是说 最后呢 这个政府还能够到这个台上 但是受到俄罗斯的支持 或者是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支持 但是西方呢 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保持一种高压 希望在下雨波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事情 出现一些转环的时候 再次发动这种颜色革命 那么我觉得 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现任总统卢卡申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传奇人物 他是这个世界政坛的一个强人 他的强人统治比现在目前可能所在的所有的人都要时间长 就是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今世界有很多的 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所谓的这个非民主国家 都是有一些这个执政很多年的 那么在德国和日本 像莫克尔和安倍都是不断地打破他们自己本国的这个首相执政的记录 那普京也是有很长时间的执政 卢卡申克他好像应该有20多年了 也就是说他自从苏联解体以后 差不多很快他就成为这个白俄罗斯的领袖 他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执政呢 也是很有特点 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怎么关注他 在很长一段时期 但是呢 这就造成了白俄罗斯 他在政治方面呢 相对说来包括这个政治裙带关系啊 腐败啊 经济的治理的低效啊 这些问题呢 就积压下来了 也就是说他的所谓的这个强人统治呢 给整个政权积压下来很多的内部矛盾 那么这些内部矛盾呢 特别是在今年这个新冠疫情造成的这个经济上的冲击 这个情况之下 把民愤呢 就直接给带领起来 那么我们大家可能 如果有人非常关心这个各国应付新冠疫情的这个做法上 大家也可能发现白俄罗斯是个奇葩 那么奇葩表现在 那白俄罗斯曾经在欧洲各国都已经停止这个足球原赛 或者大型大规模的这个体育比赛的新冠之下 仍然在替自己本国联赛 而且还是观众可以入场 就说他是一个加强版的这个川普 或者说是跟跟巴西的 跟这个很多这样的一些所谓无视新冠派的这个领袖们 他是恐怕是在这个领域呢 他是对比他的一个最无视新冠 但是呢新冠病毒并不会在意你是否是个政治强人 在白俄罗斯后来呢 虽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就是说有多么离谱的这种传播 但是毕竟人们看到了新冠病毒 真的能带来的损害 特别是对经济带来的损害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觉得前途被捕 很难说他能够真的能逃过自己 对这个今天我还看了一张照片 这个卢卡申克好像是穿防弹衣 当然防弹衣是漏传一点 拿了一支这个好像是这个出风枪吧 或者是这个AK-47之类的那种不像 这也很特别 那么现在呢 这个从舆论上看呢 这个白俄罗斯这件事呢 这个俄罗斯的表态 是这个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这个普京呢 我们都知道 他这个从他个人的这个风格来讲呢 他是非常强硬 比如说这个平息国内的这个车臣 这种这个战争或者内战也好 那么呢又是这个打这个格鲁迪亚 进军格鲁迪亚 那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他也很强硬 总体来讲呢 他呢就是说这个 而且他表示如果要是这个 这种这个西方这个动手也好 或者是渗透也好 那俄罗斯呢就要这个出兵 好像在这个乌克兰事件上 那么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呢 好像还有一些这个交往 那你觉得这个事态 就是说这当然了 普京可能也做给西方看了 但最后能不能严重到 这个俄罗斯出兵的这样一个程度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 因为所谓的这个出兵是 他这一次和我刚才说 和乌克兰有很大的有一种可能 那么和乌克兰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乌克兰当初的这个 在橙色革命被尤仙科推翻的 那个是亚努科比奇 他是相对说来 他最后自己跑了 跑到了这个俄罗斯去 那么俄罗斯本来也是希望 他就像现在卢卡申科一样 你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你 但是他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说 在俄罗斯的眼中来说 他是不战而逃 把他自己那部分的利益呢 就放弃了 那么这是一个 卢卡申科很有可能不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白沃斯和当年乌克兰的这个情况呢 有两点不同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个呢 就是这个卢卡申科的这个不同 他和亚努科比奇相比来讲 他要在国内呢 这个他自己本身的利益啊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 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控 恐怕都比亚努科比奇要重得够 亚努科比奇才做了四年还是五年 反正就是并没有做很多很多年 他并不是一个强人这个政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白俄罗斯内部 他有这种改革或者说是这方面的呼声呢 但是白俄罗斯在传统上 并不像乌克兰人那样 就是作为这个人来讲 老百姓来讲 那么亲西方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 民族之间的这种矛盾 能够回溯到很远 而且很多时候乌克兰本身就 就包括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时期 乌克兰是属于 大家来说就是叛徒出的最多 那当然这个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他们是终于有机会 可能能够从俄罗斯的这个控制之中 能够寻求自己独立 所以当然对他们来讲 这个角度不同 但可以反映出来 这个民族之间的这个感情 那白俄罗斯相对说来 跟俄罗斯呢 要更亲近一些 那么我觉得这两点因素呢 会造成有一点的不同 就第一呢 卢卡申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跟俄罗斯要求 这个一切有可能的帮助 那么这些一切有可能的帮助 包括我觉得就是说 包括武力的或者其他 他的这个威胁的是比较实际的 西方知道更多的颜色革命 西方能做的是这个推波出来 而不可能能够直接派兵进行这种感受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白俄罗斯领导人如果采取这种道路 很有可能能够会实现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呢 我觉得普京 所以要是看西方的这个态度来讲 西方现在并没有像那个 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时候那么的激动 就说大家还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十拿九稳 所以在支持的这个领域 或者说是至少是在制裁的这个领域呢 并没有走得太远 也就是说西方也在看行驶的发展 给自己留有余地 对 这个普京的反应呢 确实是好像这个俄罗斯 你已经派舰队 就是这个出兵这个波罗的海 当然了 白俄罗斯是个内陆国家 它没有海 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出兵 也是一种宣誓的这种意味了 所以呢 白俄罗斯局势绝今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还要观察